台湖今天大涨了622点 而且今天三大法人同步的归队 看起来欣欣向荣了吗 到底是一日行情还是变盘向上 等一下听葵葵大概怎么讲 但是外资今天的确除了现货买之外 买仓的名单也不一样咯 我们从外资的心态先来揣测 这行情反弹会走多久 建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看外资今天买什么 外资今天买了300多亿 买了台积电 不仅买台积电 而且好久不见外资买这么多的台积电 那还不打紧 大型权之骨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买了鸿海 也好久不见外资大买鸿海 还有联电 金元双修都买 还有伟创鸿基老AI也买 我先揣测一下 建大哥外资翻多了吗 今天是翻多 不代表明天会继续买 因为今天是跟美股联动 台积电ADR涨那么多 它买不买 联动买 那NVIDIA涨上去 这些鸿海 伟创 鸿基 这种属于AI的概念 也跟着买 因为机器也没那么高 所以有点联动性 被动式的一个站在买 那我能不能也跟着外资买 当然是可以 但是我会觉得台积电的空间力度上有多大 但是其他的呢 鸿海尾创 因为机器比较低嘛 鸿基也好 可能就空间会比较大 所以我刚才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台积电我们看看就好了 你钱洒出来到其他身上 可能空间力度上会更大一点 而且我要说 台积电很逼近到一千块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害怕 外资就会左右啊 期货现货之间左右来做一个 上一次一千块钱 今天是这样子的 对啊 所以呢 我会觉得说 它稳定就好了 给予其他的这个个股呢 会有比较大空间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今天期货的啊 就知道了 空单在增加 空单 来看一下外资的空单 现货大买了三百多亿 空单 你说它真心真意的看多吗 空单避险单 也有两千六百多口 对 所以呢 我会觉得应该就是要 跟美股昨天联动在一起 当然如果美国股市 每天这样涨 台积电每天涨 当然也会继续买嘛 不过呢 我会觉得说 可能后面的变数 我一开始讲到 还是蛮多的 指数的空间 其实没那么大 好 所以外资 买的这些能不能跟 有机会 但是这种空间不是很大 机器比较低的 有机会 有机会 我还要问外资 来看到今天买新光金 美娇娘 开发金之外 我们来看到今天 三档新兴并金融并购题材的 股价表现 前一阵子 外资每天买新光金 几乎都是买超第一名 买到了昨天新光金的股价 创了13年以来新高 今天外资还在买啊 为什么今天新光金跌 看分时除了新光金之外 台新金在今天也跌 中信金在今天继续跌 金融的合并题材 新兴并市场不买单了吗 当然不会啦 我觉得说这个争夺来看的话 还是会持续演下去 但是为什么新光金 已经有先反应嘛 昨天就先拉了嘛 你要开临时股东会 大家就知道说 一定会改变一些换股的条件 可是台新金现在人家价格 也拉到了14.15块钱而已 对 没有错 但是不见得一定会 因为你还要算一算 有价差 税各方面 所以说一定会到那个价位 绝对不会的 所以当然你可以等到 到时候再去 直接卖也可以 不过反线上来看的话 可能就是说这个平台真理 能不能守稳 应该基本上是可以 因为有人要那么多人要买它 中信金也要买 台新金也要买你 所以基本上呢 它就稳定在这边 但是你说台新金跟中信金 花钱的当然最近被卖嘛 我要花钱去买人家 就会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也拉了一下引线啊 再来看中信金 中信金也盘在这边啊 之前跌之后的又一直盘 你外资继续卖 它就跌不下去了 所以最坏的状况应该就会 就这样啊 所以系统性有出现一些风险 我想如果哪一个拿到新光金 对它的母体都是加分的啦 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资产 还有受险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未来 他们的争夺我们就看下去 谁拿得到 它的股价 可能中长线的爆发性 就会比较大一点 OK了解 好谢谢新闻老师 请先回座了 这是今天外资买超比较积极的 外资今天卖超的 还有刚刚讲的中信金跟台新金哦 但股价会不会最坏的状况 就在这边主底了 今天老师的建议题 我给你做参考了 进入这段大主题 郭老师请上台来 哎呀终于涨了 这台盘终于看起来 比较有一点点新鲜感了 一日行情还是变盘向上 我刚才讲过了 其实行情的反弹 应该有两到三天左右时间是跑不掉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一个能过高的行情 为什么 我们先讲在这段时间 会发生很多的国际变数 那么其中一个FED的降息倒数 那在这段不确定的过程当中 国际股市出现波动 那联准会将于美东的时间 9月17号到9月18号召开 这个所谓货币政策会议 它还是会影响全世界股市的波动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四个重点 大家记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股市不安定 或是不稳的时候 会上下波动很大 那高现金殖利率的股票 这类股票会在降息的环境当中 它表现的会比较好 因为投资人是寻求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这个你可以特别注意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股市波动大 一下涨一下跌的时候 防御型的股票又不错 在这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 防御型的股票通常会表现较稳 这种防御型的股票 一定兼具几个重点 就是它可能位阶低 它可能积极低 它获利很好 或是这股票它位阶比较偏低 是法人任养的股票 那这种股票也是在波动大的时候 是成为标的 那另外科技跟半导体 因为AI还是主流嘛 那你今天黄文勋讲了一句话 大家就救了整个台湾整村了 AI的产业受益于技术的进步 和市场的需求的增加 那么前景依然是看好的 这些股票在相对的本益比 比较低的时候 或是位阶比较低的时候 基级比较低的时候 在遇到波段转折 相对低点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卡位动作 因为大盘翻上来 一定涨这些股票 那另外呢 稳定型的ETF 就是说在股市波动大的时候 大家不了解这行情的时候 我会建议各位就说 你做单一的股票 拼单一股票 你还不如去拼稳定型的ETF 因为它是适合分散投资 降低风险的一个投资人 以降低单一的股票风险 因为他买一箩筐嘛 你今天大盘大幅的震荡 我想你不容易受伤 所以在降息倒数的时候 其实波动大 我觉得各位先把这些的观念 先把它建立起来 那怎么样去安度中秋节 你去看统计学的资料来看 9月跟10月不好 那我们就看事实的数据 如果我们把这15年来 中秋节所有的行情的比例来看一下 在前20日的时候 这涨幅是1.6% 可是进入到前10日跌幅 就开始有涨变跌了 那如果说后5日 是小幅的上涨 接着又是跌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去看 过去15年来 中秋节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它前后 如果我们抓20天到20天后 这个数据你会发觉它一个现象就说 就一直就说跌的几率还是比较大了 但是波动来讲好像就没有那么大 以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这个波动幅度都不是那么大 平均来讲 当然说今年未接高 我觉得波动可能会大一点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卡 你看到这张图卡 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什么东西 这是在9月5号 上个礼拜四 我跟大家讲 台湾股市只有一种行情 我说就是逼波的扩大整理 对 我说高点它不会过22093 我说低点它也不会破20570 它就在黄金分割率 那时候是0.191到0.5的位置 就在这区间震荡 我记得 你看了一个礼拜就在这份号 一个礼拜就在这份号 可是现在不一样 如果我们走坡 我们讲说从坡道理论来看 这个礼拜是怎么样 它变扩大了 但这礼拜的扩大 也会造成后面知道涨跌答案在哪里 来 朱华你记不记得 这是一个月线K线图 你记得当时台北股市出现24609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个点是怎么来的 我说台北股市过去 因为股市崩盘嘛 它从18619跌到12629的时候 它是跌了5990点 如果在这边区间震荡 左边我们以对称理论来讲 它如果在这边一直整理 等到这个点 就是说这个对称理论突破之后 因为这边是5990点的空间 是不是这边要加5990点 我记得 那然后呢 它就到24609 但是我记得 我当时跟大家讲说 到了24609 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 你一定要在24609 这个地方做减码的动作 因为它有可能走失败 那如果说 不走失败走成功 你等突破再买嘛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当时 你愿意在24609的人 你去做卖出的 它这波最低到19多少 662 有没有印象 如果一波段 整个下来19662 你看这中间 是不是5000多点 所以我会跟各位讲说 现在又是知道答案了 现在告诉你 常来是涨还跌到哪里 都清楚了 好 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我跟你讲说 西波比较尴尬 它的低点会破 A波的低点 有没有 高点在这个地方 它叫做22545 低点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它叫20922 这是这一波中间的低点 那这个低点是在19662 你注意听 因为这是A波的修正 这个是B波的反弹 那现在呢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 这是B波的扩大整理波 可是有可能会兼具西波修正 可是现在还在B波扩大整理波 因为1623是这个区间 是这个区间 所以将来台北股市怎么样 如果说这边整理完了 它如果突破向上了 我跟你讲 就没有西波修正了 它就会往怎么样 高点会往怎么样 24168去走 就是说第四季高点 一定会到这个地方啦 但是我先不预设立场 它有可能不是往上 它有可能往下 那往下的时候 就是由这边的217 这个所谓的20922 去减掉1623 由20922去减掉1623 那是多少 19299 那如果是19299 是不是符合了 普浪理论里面讲的 西波的修正 它是低于A波的低点 所以接下来这个盘 就是看市场的主力 跟政府的心态 如果政府说 我今天不要让西波出现 我用以盘代替 以时间取代空间 那我延长则 你去化解西波的修正 有没有可能 是有的 所以在这边将来 如果说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我现在在20922 跟22545 这区间操作 好 有一个重点 这边1623点 导包把它清掉 朱华你说1623点 可以走几天 你说一千要走好几天 现在可能两天就没了 真的 这一天跌1807点 这一天跌1170点 然后收盘跌999 所以这1623点 有可能将来会很快就到了 但是我要强调 你听清楚 如果在这区间正常 整理的格局当中 它一直没有改变 这边是不是一直都要怎么样 站在什么 买方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突破之前 是不是一定要一直怎么样 站在卖方 这个地方你就卖 我说这一波 我个人看是不会过了 那你就卖 如果真的这个地方卖了 卖多了 保留现金多了 如果卖错了 我是不是过这高点的时候 我再去做追买动作 好 那如果这边失败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来买更多 但是同样的 在这区间正常过程当中 你在这边买 万一真的跌破了 它就会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选择避开 就是牺牲这一小段而已 所以这是大盘整个的架构 是希望提醒大家说 你要看清楚将来往上往下 那它的走势为何 是怎么去看 未来的高点会到哪里 低一点会到哪里 这都是符合 扩让理论跟未来的一个反弹的对称理论 这是对称 了解吗 这是对称 所以接下来的台北股市 我们再看下一张字卡 我要告诉你的是 为什么 你注意看哦 这是9月11号 9月11号是不是昨天 昨天我秀的资料 我告诉大家说台北股市会涨 为什么会涨我先讲 因为技术指标急跌后 会产生反弹的动作 那K值跌破20的超卖区 第一次的时候一定会涨 它一定会涨 就像上次你记得 从24416跌到19662跌19.4% 我一直跟你讲说 那个地方一定会报复性反弹 同样的技术指标也是一样哦 当昨天第一次破20的时候 就代表说它会涨 可是你问我说 会不会像今天想象中涨620点 我想象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涨 因此在这边K还是小于低 昨天的K值是小于低 所以它趋势向下 同时昨天的MAC是处于负值的 所以这个中线还是处于卖方市场 但是因此 它的技术指标在昨天告诉你 我还是属于偏向卖方市场 那今天涨我不能说翻多 我只能说这是反弹 那接下来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24416连接 这个22439 这条下降反压趋势没有变之前 你不能说这边是多头 不能说 因为这是空方集叠后的行情反弹 然后第二个就是24416连接 这个下降反压线 跟缺口的压力这个地方 还有8月20号的紧线压力 你要成为多方的转折 就是说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它最多只是反弹 但是如果我要告诉你 它不是反弹哦 它已经翻多了哦 那接下来这张字卡 我们再看下一张字卡 它就告诉你说 我不是反弹 我是翻多了哦 第一个 我是不是在股价回来 要突破这下降反压趋势线 这个代表说我是翻多了 第二个 这个缺口是不是要做回补 第三个 我是不是要重新站回到过去这M头的颈线 这个地方在技术分析的K线图上 有三个指标告诉你 那我要翻多要达到这三个指标 但是还有一个技术指标 它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凸显 我用下张字卡 用文字给大家看 就很清楚了 就说我这个地方趋势要翻多 成为就是说我现在只是反弹嘛 或是还处于空方修正 但是我如果要处于所谓的翻多格局 你要符合这四个条件 一定要符合 不然它都不叫翻多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连接24416到22439 那条下降反压线 是不是要突破而且站上 那第二个 反弹上攻回补 是不是要把那个缺口补出来 你说如果今天缺口不补 你能说它翻多吗 不可能嘛 它还是处于修正的格局 那第三个 大盘翻空的紧压在21935 这个点一定要去突破 甚至站上 如果以过去的技术面分析来讲 假使这个行情是这样 假使这个行情是这样 这个点叫做21935 一般来说 如果跌破之后 再拉回到21935 那个颈线 那个叫逃命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这两天的反弹 如果接近这 你要特别当心 它到底是真正翻多了 还是只是逃命波 那最后一个就是 从中线指标MACD来看 它必须由负去翻正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大盘 MACD的状态还没有 只是负值 好像有开始在慢慢修炼 而且有一个条件 将来要翻正的时候 要有三天 它是在正值以上 如果只是翻一天 两天又变负了 那就是假突破 所以我们看到那张字卡 就很清楚告诉大家 你要符合这样条件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字卡 下一张字卡就是告诉你 我没有看到落底 所以我只能看到反弹 那所谓的落底 你可以从三个方向去做解释 第一个我们从时间坡去找 这是对称理论 它告诉你 这一次西坡的落底 在十月中旬过后 才是叫落底 那现在这个不要去考虑 因为现在时间还没到 第二个从位阶来讲 如果是空头的三坡修正 西坡跌破 A坡的低点 会发生在1962以下 距离前一波20922那个低点 只差1260点 我跟各位讲 那个1260点随时会到 三天五天都有可能 那最后我们再从符号来看 也就是说 如果大盘在杀低重挫的过程当中 产生低档爆大量的时候 这个就会出现落底讯号 我们请老婆给个K线 假使下一次 这个叫做A坡修正 这个叫B坡反弹 未来有个西坡足底 那A坡的修正 它这个确实是落底讯号 因为下引线648点 它这个反弹 它叫波段反弹 你听得懂吗 这警署波段反弹 但未来西坡的足底 已经是完成第三坡 它叫长多的起涨 各位我们期盼就是这个符号 那回到那张字卡 就很清楚地告诉你说 其实这里面答案讲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找时间坡 找位阶 找符号 都还没有看到落底讯号 因此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只能讲 这是一个跌升反弹的行情 好 很明确的反弹行情 但是这反弹还没有结束 两天也好 三天也好 下个礼拜遇到的是中秋 遇到的是联储货的会议 这段期间怎么选个股 休息一下 国家老师告诉你 定调一下 只是反弹行情 但是可以期待的是 反弹还没有结束 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选股票 做好必须这样讲 我刚才讲两天到四天 这中间我先声明 随时会结束 是 那也许会两天三天都可能 但随时会结束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讲 美国总统选情 会不会牵动全世界的行情 或牵动台湾的行情 各位一定要先去了解 就是说 如果这一波你摆明知道 谁会当到美国总统 那哪一个 哪一个产业类股对他是有利的 那我觉得这个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个 民主党共和党 他的一个产业政策的一个差异 跟市场酝酿压保的行情 我想如果是贺锦丽当选 这个政策概念股来讲 他对金融市场是相对有利的 那受惠的族群有包含 绿能清洁跟再生能源 那科技半导体跟金属设施 然后族群里面有电动车 太阳能科技巨头的概念 跟基础建筑的一个电力概念 这是如果将来贺锦丽当上的时候 那你要往这个方向移动 因为它是一个趋势跟概念 那假使川普当选的话 我想这个不确定的风险增加 卖压恐怕会扩大 因为我记得我真的不骗你 以前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涨个500点 隔天早上就跌600点 晚上睡觉先看跌500点 隔天晚上睡觉看跌500点 隔天早上又涨600点 他就会忽然飘忽 你知道吗 所以川普当上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卖压恐怕会过大 因为它的变数比较大 第二个 但是川普当选的时候 受惠族群你一定要知道 可能是在石化能源 国防军工 加密货币 金融服务 那族群来讲 有石油天然气 国防产业跟比特币的概念 所以我们将来在选股的部分 如果接近美国总统大选 你去看那个答案非常明确的时候 你就往那个方向做一个调整 跟移动的动作 好 那接下来 今天大涨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股票 我想最简单 今天大涨先去看 黄金交叉的全值股 因为我过去曾经讲过 如果指数涨 全值股就会涨 外资会买什么 就一定买这个嘛 你想都不要想 你像台积电 联电 广达 创日月光 你去看今天外资买超 一定有他们存在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台积电今天收盘在940 那去年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 在今年的做股票 第四季的做股票当中 你一定要把这两格 去把它记起来 为什么 因为决定股价最后的因素 一定来自基本面 那股票的上涨 炒作 或者波段的题材 如果没有基本面 上去下来 怎么上就怎么下 但是有基本面的 一定可以支撑它的股价 安稳性 稳定性都会比较好 所以台积电来讲 今天收在940 去年跟今年一收 看一下 操作的区间很清楚 第一档的支撑叫900块 第一档支撑叫900块 高档的压力 一个在964 一个在977 那跌破900块 是真的可以买 我们从殖利率跟本益比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见得了 那你如果说趋势没有赶势 因为我跟各位讲就是说 台积电这一波 因为这个地方叫压力 如果今天我们是看一个回升的行情 或是就直接向上的行情 我这个地方就跟你讲 它是会过的 联电这档股票很特殊 它是一个区间一直来回震荡整理 但它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它是被任养的股票 你如果看联电把它K线打出来 你下面打投信 你会发觉它是被投信任养的股票 几乎你会看到 它是被投信任养的股票 所以它变成这样 它的区间在这个区间 你反正不要去想什么东西 就是来到这边 我都站在买方 可是到这个地方 我一定站在卖方 你能做多少次 你就做多少次 因为这个是投信任养的股票 好 这是联电的部分 那你看联电支撑是不是在532 压力是不是564 这个564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它K线 564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样前高 对 但是短线它已经开始 从532这个地方开始往上拉了 所以这个阶段 你大概就做这个区间就好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这是联电 那另外呢 你再去看月光投控 也是业绩公布出来还不错的 那它的一个区间在137.5到157 那广达的部分呢 是在238到273 那伪创的部分呢 是在94到105.5 你会发觉这些所谓的趋势的股票 伴随着这两天反弹 我觉得它们还有高点可期 但如果弹上来碰到这种压力趋势了 你不要去追买 因为我觉得这一波台北股市不是回升 或是趋势突破向上的格局 好 我们再看第二公格 第二公格可能谈的就是一个基本面的股票 我说过 当股价波动大的 位阶低的 低基期的 然后它业绩营收很好的 你看哦 长龙去年赚16.7 今年上半年就赚21.8 然后呢 今年8月的营收 公布出来是成长百分之 大概115 那阳明去年赚1.37 今年上半年赚6.66 公布出来8月营收大概成长百分之1百1 那万海的话去年是负的2.07 可是今年的上半年已经达到5.77 如果以今天的收盘价来看 其实他们都是算相当一个低本益比的股票 那假使今年常温好了 我们赚40块到50块之间 那现在的股票以180 它是低本益比的股票 还未接属于便宜的 那阳明的话 今天收盘62块 如果我们今年讲说它赚12块 那你觉得62块会贵吗 那万海的话 它今年赚5.77 如果也是赚11块左右 你觉得77块会贵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票 再加上最近不是 那个所谓的美国跟德国都要罢工事件吗 我会加速他们后面 有翻这个所谓成长的动作 但我要问一下 我们先来看长荣的K 操作区间在这边 但是长荣也不过就在这边 盘了好一阵子 可是老师这长荣有机会发动大行情 可能会在什么时候 来我们先讲 低点支撑是不是175.5 高点压力是不是在193 你说以现在的区间说 马上要发动 我认为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 大盘不是一个过高的格局 但如果在这边区间震荡震荡的过程当中 或往上移动的时候 如果伴随着美国罢工的发生 伴随着德国罢工的出现 我觉得它过高是不无可能的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些全值全中股要过高 一定是跟着股市的波动来决定的 如果大盘今天反弹了要再度拉回 那这些股票到了相对高涨的压力 它还是会做回修动作 但如果股票市场是在低档的整理往上的时候 那这些股票回到低档 你一定要优先考量买这些全中股 那它对你的操作会比较有帮助 好 第二档 杨明 杨明的话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股价就经过一个横盘整理 我曾经讲过 这个整理的时间越长 将来要走波段的时候力量是越大的 所以在这边你看杨明本身来讲 它今年大概赚10块到12块 可是目前股价只有在62块附近 那我觉得这种股票就是一旦整理趋势向上 然后所有的技术指标开始翻证 因为KD已经开始形成黄金交叉 如果明后天MAC在翻证 我想波段是可期 但是我还是强调 当到前一波压力 如果大盘不是一个过高 或是突破的格局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还是短线沾来卖吧 万海也是一样 因为万海比较麻烦是说 它跟阳明会做比较 那因为阳明是赚6块6 股价只有60多块 可是万海赚5块7毛7 可是股价是在 七八十块 所以它就比较不容易去表达 或者表态说我能多强 但是可以维持在这个区间 它是不会去改变的 在这区间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会先以长龙为优先 因为长龙是指标 它一定会找 但是如果找那种最安全 合理投资 报酬 这个非常合理投资 我会选阳明 至于说万海 因为它同样比这个EPS来讲 它的股价来讲 我觉得就会稍微在区间正常看待 这两个会成为比较首选 好 这同样有 KDE黄金交叉技术 现行的优势在货柜三雄 另外呢 好 另外就是黄金交叉的个股 或者部分有一些人气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到 我还是强调 这个所谓的营收 一定要看一下 如果今年营收不是很好 只是炒作的 我觉得会说只是拉高的题材的 你要注意说后面如果业金营收跟不上来的时候 它股价就向下修正 过去我们曾经讲 很多的股票 在初期成长飙涨那一段 祝伐 它是没有基本面的 它就一直涨 但是后面涨完之后 整理过后还要再涨 要靠什么 业金营收要跟出来 如果业金营收不跟出来 怎么涨的就怎么跌 因此我们在里面看 齐鸿 君豪 金桥 万绪 红翼股跟大同 我想这些股票都有一个特色 都是KD值 是今天刚刚翻证 或这两天刚刚翻证的 那么以齐鸿来讲 它操作区间是在495.5 到597元之间 我们来看看齐鸿 它的操作很简单 我大概就是这个地方的位阶 那到未来如果反弹高的话 可以到这 它就是一个刚刚开始反弹的 如果说 你看到这种股票 它是这样子 KD开始向上黄金交叉 MACD由附开始翻证 那这种股票 你可以看到说前波的高点 会是成为它这波反弹满足点 如果你再把它中间 再画一个等距 它几乎也就是到那个地方 所以这类股票 你可能操作要掌握 那这类股票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地方已经告诉你说 我就是这波低点了 那你可以锁住这波 它低点的风险 如果跌破 你当然出场 如果不跌破 它基本上先往上挑战压力 再做拉回区间整理的格局形态 它一定会形成 好 这齐宏 下一档怎么看 君豪 君豪很热门 最近很热门 他的一个今天收盘在146.5 他的支撑在131 他的压力在166 那去年是赚1.25 然后今年上半年赚0.95 现在是146.5 我还是强调 除非那后面业绩跟着上来 否则这些股票不太适合追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回到那样先讲基本面 你看去年赚1.25 今年赚0.95 这个EPS有够支撑它的股价吗 是不是觉得有点偏高 所以我说 第一波炒题材 没有关系 AI什么题材 什么乱找都可以 可是你第二波业绩 已经受到跟上 因此它未来支撑在131 压力在166 来我们看一下它支撑跟压力 你就看到说 它这样一波比一波高 你有没有发觉到166的时候 这个上影件已经不是短了 很长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人在这边已经出货了 所以未来短线上 我们选这边做支撑 我们选这边做压力 但是我刚刚强调了 如果是这种股票 我会建议大家 到了相对压力区 尽量去做退场 跟去换股的操作 因为除非你有把握 后面业绩营收能跟上来 否则这种股票 到了相对高档的位置 我不认为是一个 很好的投资标的 但它趋势还是往上 OK 这君豪 接下来怎么看金桥 好 金桥的话 你可以看 今天收盘在22.5 那它的支撑在20.75 压力在25 你看它的获利 去年只有0.09 今年赚0.38 如果说我们把它换算 今年可以赚到0.8 0.7 那其实20多块 我是觉得还好 这个就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看 它的一个股价 你就会发觉 其实以大方向来看 很清楚的看到 是在这个区间的震荡 但是因为这种股票 有一个问题出现 过去没什么事 它没量 提债炒的时候量爆很多的 所以这类股票 我们还是讲一样的观念 就是在这区间当中 这个地方通通是站在买方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站在卖方 那这个操作希望大家记得 你看每一次在高下的时候 都是留上一些 所以这种股票是这样子 没有人做的时候 量都缩得很小 有人做炒完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短线高点的卖压 不要太过追逐 好我们再来看 万序 万序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这是去年是负的 今年是正的 可是你看它业绩营收 就没有很亮丽的表现 因此它是在26.15到33.2 我们来看它一下k线 你会发觉这些今天所谓kd 出现黄金交叉的 macd也翻证了 你有没有发觉到 在过高的时候都留上影线 如果今天过高是收最高的 其中的股票是很强的 但过高留上影线 就是因为它的业绩营收 我没有办法断定 它后面业绩营收 能不能跟上来变得很良力 如果没有的话 在过高的时候31.4 来我们回到那张字卡 看它的压力在哪里 从月线来看 下波压力在33.2 31.4到33.2 已经蛮接近了 所以这种股票 我还是建议各位 在高的时候 因为业绩营收 还没有办法那么明确 所以我觉得站在压力的时候 站在卖方 另外红翼股 它在这个地方 去年赚1块9毛8 今年赚1块3毛2 股价在78.9 它的支撑在70.2到87.4 来我们看看它k线 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个就是它未来的压力 这个就是现在的支撑 但是我们从它基本面来看 我觉得没有什么爆发力 只是在短线上 它是属于一个所谓kd向上 但是黄金叫 这个macd还没有翻证 所以我认为将来就是在这区间 这种操作都是这样子 到了压力都尽量站在卖方 最后一档大同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公布说它接到日本的大订单 那股价在46.5 那去年是赚1.13 今年还是负的0.09 不管是转型也好 或是将来像中山北路大同工学院 已经开始结束了 可能要盖房子什么 我觉得那是后面的问题 以现在的EPS跟今年上半年获利 比去年衰退 我觉得40多块 就是它的一个维持区间的操作 那支撑在43.85 压力在48.75 我们看一下k线 支撑在43.75压力在48.75 其实你就会看到说 过去这个高点 它的压力跟这个低点的支撑 我想反弹上来碰到压 原则上站在卖方 回到我们刚刚的字卡提醒大家 我想今年的操作 在特别是第四季的时候 你的股价不管是涨了没有 涨了一段还是没涨一段 请你一定要记住 决定股价最后因素 一定来自基本面 业绩营收是未来股价 要再度向上攻坚的一个支撑跟保障 如果不是很好的业绩营收 不要太过追逐 不要太过炒作 太好了 谢谢科科老师 请先回座了 决定股价最后的因素 来自于基本面 最近正在陆续公布 八月营收 已经公布的叫做过去式 我们前线专家的专业 要帮您找未来式 怎么从已经公布的七月八月 去预测第三季业绩会不错的黑马股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你 好 接下来我最喜欢这种题材了 抢先猜 解读过去的数据叫做专业 但是预测未来的走势叫超专业 八月营收出来了 再搭配七月营收 怎么找出第三季业绩表现会不错的黑马 我想在百分百 我之前就跟大家提到过 只要营收公布出来之后 两个月我们就可以估算了 对 方法我也教过大家 但是今天我们进一步再跟大家讲 我只要有两个月 我们就要抓第三季的财报 怎么抓呢 我们先把七跟七月八月的营收加起来 占今年第二季比重八十%以上 第二季营收的八十%以上 我两个月占前一季就有八十%以上 照理说应该是六十七% 八十%以上代表 我要成长的机会 这不是很大 很大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七月加八月营收 占去年第三季 这比重 营收比重的九十%以上 这两个加起来 我们把它筛选出来之后呢 既然有八十%有九十% 两个月都这样了 你觉得加上九月营收之后 我第三季的财报 不会比他们好吗 这是过去来说 到了第三季 都有可能是旺季 而今年也几乎达标 那就几乎可以确定 今年第三季还是旺 所以我为什么抓这个比例 因为如果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应该是 前两个月只有六十七% 我占八十% 我占九十%以上 十拿九稳了 那时候我成长的机会 非常的大 但是我不要拿七十八 那太弱了 高一点对不对 还有上半年的EPS 大家都知道了 必须要赚钱 我剔除掉很多不赚钱的 其实它跑出来之后 还蛮多的 那不赚钱的我就把它拿掉 再加上一个 MACD在零轴以上 技术形态不能太弱 对 它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我还是要讲到 大家很多看MACD都搞错了 不是柱状体翻红就是OK 那条线在零轴以上 MACD的素质在零轴 跟柱状体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的时候 四项都符合 我挑了一些指标线盒 当然很多啦 挑一些给大家看 好 第一页呢 好 股王 第一页 这是上半年EPS 这是七加八月营收 那比重给大家看 还有100% 300%的 这第一页呢 我挑的是分开来是 EPS五块钱以上 上半年五块钱以上的 比较好的 大概有很多啦 我搭配有技术面来看 第一个就信华嘛 股王嘛 上半年23点千 两个月加起来 占第二季就94%了 你真的要求很严格 要不然这个比去年第三季成长 就两个月就超过去年第三季 已经占比160%了 好 长龙 我只挑他 长龙 阳明 万海都有这个条件 你为什么只挑他 技术现行的问题 好 那营收 在这边想看 两个月占第二季101% 占去年第三季148% 尹薇 这也是高价股1000多 千金股97% 123% 金鼎设备股80% 100% 万论最近今天创新高 为什么创新高 业绩好啊 99% 379% 380了啦 402 380 你可以看到 这些比较高价的一些个股呢 成绩在那么好 人家为什么会这样长 不是没有道理 来 我们一档一档先来看 今天股王的信华强哦 对 我想信华当然之前已经 照是不是高点过了 现在看起来呢 有机会转向 虽然柱状体在翻黑 不过在收敛呢 MAC在临走以上嘛 所以呢 短线上呢 它的惯性还没有改变掉 能不能去突破 突破的话就挑战前高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突破的话就有机会这样讲 但是要再创新高 我们就看筹码啦 这又不一定 因为毕竟股价高嘛 本益比也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呢 如果信华真的 突破了下降趋势线的话 它可能带动的周边会有哪一些 当然整个高价的千金股 一定会有比价 第一个 高价股先讲 另外一个我上次有讲过 六二三一二细微 来细微看一下哦 今天大涨 他们可能就是有合作的关系 在伺服器这一块 所以最近呢 姿态就比较强 有没有 今天创新高 所以信华在盘的时候 细微也在盘 但是信华这么一动 它就先创了 它股本更小嘛 所以呢 一拉上去的空间就比较大 现在看起来已经是 创新高 创新高 这个有没有败向 目前看着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 价量各方面配合 只是说 因为明天礼拜 我这种小型个股 我说实在的 还是真的不鼓励大家去 然后去追逐它了 有休息在说 而且盯着信华看 因为高价的一个比价效应 好 就是高价股 然后细微 来 昌柔 我想海运股还是要强调 整个产业 没有你想象过去 航海王那种情况 但是还有季节性的淡光季 本来就有 现在就是第三季节 传统性的每周线的旺季 那股价来看的话 为什么要选它 因为它MACD有在零周以上 对不对 虽然没有很强 但是它算在三个货柜轮里面 姿态上稍微高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一点 今天很重要喔 对 还是调过上去 虽然是黑K 但是它过了 所以未来杨明 万海要假装反映财报的话 长龙一定要动 它的机会会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想刚才画的那一个 大概就已经突破了嘛 未来呢大概就是 可能就季线的位置点 不要去跌破 基本上就有机会偏多来看看 好 来高价股的影 威 今天也创新高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那么多股价在上 绝对有远赢的 说实在的我跑这些啊 只是有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量 还很多啦 我只是两个小时都给我好了 我全部帮你讲完了 没有 当然股价它在创高了 我说实在的 今天创高之后 有点风险性了 因为每次五日线 正怪力比较大 它就压回 正怪力比较大一点 它就压回 这个高一点 明天可能就压回 压回之后再说 再布局 因为他们第三季财报还OK 只要价量还有筹码不要松动 应该是有机会的 好 这银威 金顶呢 金顶的股价 欸 有没有看到 它在盘喔 蓄势待发喔 过了喔 五日线手稳点到喔 大量距离有过 对 所以短期间来看的话 这个大量虚这一根嘛 我们可能放大一点来看 大量虚这一根嘛 它的一半大家都在守嘛 所以只要这里不跌破 它就是一个偏多的架构 所以呢 我认为 它第三季的财报 应该不会太差 最近呢 开始可以逢低开始买 这个应该整理那么久了 它可能就有机会 好 接下来 哎呦 创高的万润 对 当然 今天就是因为成绩单 八月营收都在反映嘛 成绩单那么好 那股价也在创高了 说实在的 它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毕竟呢 涨得多一点点 我刚才讲万润 就是COAS的概念嘛 今天换成红术在涨停 那红 万润畅金高 红术在涨停 为什么我前面讲一下星云 我今天前面讲AI 就老AI的复活 它就当指标看 因为我刚才画两条线 它就碰到了嘛 每次都碰到上引线嘛 就上圆嘛 所以呢 它可能会休息 未来压回的 这边就是多空的分水力 等它回涨再说 好 这就是万润 来 接下来 财报大成长的 还有信红科 这边就是不到5块钱EPS的 我这样分类 那一样这边7加8月营收 你看到了 营收占近的地方 信红科95% 新复性128% 80% 90% 107% 都符合刚才我讲了 有没有看到这边 都90%以上 我们一档一档来好 这边的股价就清明多了 先来看信红科 所以我把它分两块 那信红科的部分 当然它股性也没有说 来得那么活泼一点点 那几档之后就会休息 当然我会觉得说 上次有过高之后就休息了 这一样 可能挑战前高 会不会过高我们的观察 你低可以低接 而且这一波的下跌 惯性也改变掉了 它再上去了 只是说今天比较可惜 留点上影线 所以最近呢 我们也不追高 惯性改变 我不要跌破 我可能可以布局 因为业绩还不错 那最重要的是 MAC在临走以上 柱状体呢 负质在收链 哪一天 翻红呢 那可能攻击力道 翻红就有一小段 所以我们在等待也可以 你等待它翻红那个架构 我们再进场 或许短线上它会整理一下 好 业绩大爆发的新复新 今天大家暂停 当然没有锁啦 但是呢 一样 今天的MACD柱状体翻红 本来MACD就在临走以上 那量也增加出来 这种六支箭的 再接下来 因为今天 今天其实收是创高的 所以这个未来的方向 是这样子的几率比较高 还是这样子的机会比较大 好 我想第一个我们看量 而且柱状体在翻红的 如果说能够继续像这种 比较强烈 它就会破断性就比较强 那当然我们不确定 我们不看符号各方面的表现 来做一个说明 但是不管如何 我只要画一个长期的东西 只要这个我画这条线 未来不去跌破 基本上你就偏多操作 那你可以点一个平行轨道 空间是还有的 所以呢 一样我们每个礼拜四 我觉得说我们比较 特别提醒大家 今天很强 一个礼拜我下当冲 隔日冲的实在太多了 我很怕说有主力券商 各方面进去隔日冲的 你今天拉高上 明天追下去 可能就会有短套的情况 但是趋势上来看的话 他们有回档 你都可以留意 好这是新复兴 接下来戴冷 我想今天虽然创高 不过今天有个特别的地方 我们底下要放个 柱状体虽然翻红啦 但是今天爆大量 它可能有点反应的 还有一个今天外资在卖 你看一下 外资在卖 近期之内卖最多的 我觉得应该是主力啦 所以呢 那主力跑了 它还有戏吗 我们要关上 上市也跑啦 上市也跑啦 我看上市是跑在这一天 对 所以整理整理又上去了 所以呢 它跑了没关系 拉回整理 这平台这里位置 大概就是红K棒的一半位置 也不要破 基本上是还OK的 好就是带冷 接下灵光 灵光的部分呢 今天就亮灯涨停了 因为其实最近已经喷上去了 我觉得就不追了啦 基本上我们就 我们就观察它 这么强劲 原来就是我财报不错 我教大家的方法 每一季度 过了两个月 你都可以用 其实我在教很多大家方法 以后你们自己都可以去操作 再下一档 好怎么看重打 重打K1 你看这几天均线纠结 量也在增加 法人也在买 今天这一根量往上拉 但是今天正乖离 五日线正乖离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明天也好 下礼拜也好 我画了这条线 游标可以移过来 这颈线的位置点 未来测试这里不要跌破 基本上就有机会 它是一个转机性 所以既然是转机性 股本也比较小 拉得很凶 那我会建议说 拉回这边 这边慢慢低接 或者是有回档量数的时候 你低接 这个当多空的分水率 不要去跌破 你看这些个股 除了业绩强之外 都有个特点 他们都比大盘还要强 这时候是九月初的股灾 拉回来回测月线之后 马上就占回来了 来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同场加营一下 领先大盘 大盘今天还没占上半年线 但是他们已经领先大盘 把月线给占回来了 强者谁有机会恒强 今天领先大盘战云水的高峰 金战红素 正机双红 很多我们刚才都提过了 微信也提过了 加登 荷春 建策 信红科 来再下一页 台工电 易峰 台积电 旺系 新通 有一些刚刚提过的 有一些还没有提到 谁有机会强者恒强 好的 我想刚才前面 有提到一些 后面也有 这个占回到月线 我也说比较下游整理过 像双红 那种PC AI PC有机会 但是这几个涨停板的 红素应该 当然他是指标 可能挑战前高 毕竟之前的高点 回的幅度比较深 能够马上拉上去 短线上有机会 但是他拉上去 我去追高 风险性也大 那这些呢 有些本益比很高 有些根本不赚钱的 你可能要小心 主力在操作 我最后问 机器人 工具机 还有没有系 建好就收 好 严禁于此 大家再揣摩一下 好 谢谢建委老师 请回坐了 工具机 我们再花一个篇幅 跟大家讲一下 谁在这一步的震荡当中 筹码有优势 谁可能最好 建好就收 谢谢建老师的提醒 休息一下 是要来看到 这个议题非常有意思 空中计程车来了 大家最近看到的 应该是在奥运了 但是接下来 两年之后 听说 中国大陆的上海 可以搭空中计程车去上班 浦东到外滩 只要十分钟 而且多少钱你猜吗 跌破眼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等一下 先不要走开 全线百分百的观众朋友 好可没有告诉您 我们有新的理财频道 请锁定 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欢迎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晚上 会有新的影片上线 投资理财千万不要错过 小资族懂得善待自己 享受生活 培养品味与兴趣 也要懂得理财 做聪明的消费者 每一笔花费 用股票 ETF基金 无痛增加被动收入 做有原则的投资人 每一笔投资 靠纪律 胆势 理性 降低风险 赢得报酬 Zerry小资理财蓝图 影片每周二次晚间上线 我去余林 陪你一起分享 才不自由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哦